字幕提供 歡迎來到膠攝現場 Stackphoto.hk Joey 你為何不發聲 Joey 你要自責一下 有沒有說錯話? 自責而已 整台都是Sony機 這台是我的 A73 窮人用A73 詆毀人家 窮人用這些 詆毀A7R R4 不說的話 你說過什麼? 給你們一個機會 我有說過 A7R3和R4 對焦慢 大ISO不行 晚上沒有反應 然後呢? 這是大家見證著我那一刻的感受 那時是騰龍之鏡 其實我也認同 哈哈 其實看一條片 都是的 事實來的 我們拍到出來的 現在有三部在這裏 我們三部都是用家 是常用的 那你是開工用的 你說句公道說話 你自己課金 喂 昨晚呢 昨晚我就拿這部 加這部 先說什麼 這部A7R4和A73 是呀 Contest A7R4 拍那些黑蒙蒙有舞台的那些 同樣都是 不斷換一支 7300的Sigma G 是不是這個? Sony G 但是你是說 台下拍台上 台上面表演者 有燈光的 有燈光 算了 那些叫照明 就是暗暗的 真的不夠那種 了解好 真的不夠那種 然後就發現 的確他是聰明一點 聰明什麼意思呢? 追焦都很好啦 近啦 中不中呢? 比例上呢 他高一點點 他可能有80%中的 這個是70%中的 我想問一件事 在拍的過程中來講 哪一部是被你 按出頭的時候 有反應多些 這個咯 當然是A73 即是那部A7R4 譬如你想按它 它根本上是沒有變到綠色 它反應慢一點 再追到才被你按的 明白 這個是一直追到 你一按就有的 公平一點 那如果你說操作 我自己覺得呢 那也是A73 操作和明顯反應 全部都是這部A73 好一點的 明顯是的 但是我們不是說 A7R4有問題 我相信 Joey也不是什麼意思 是啊 只不過6千萬像素 他的中的相片 是很實 很有解像度的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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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好好推 很好拉 還有如果 我經常都論性價給這個字眼 喂 它現在跌破2萬元 它去到6千萬像素 其實很划算 如果我 說 可能 我拍sports的時候 這部在這部 這部是我的side arm 但如果我真的要拍一些 就是 好好天氣 我要來聞相 拍一些像Michael Wolff 每一個窗口都很sharpness 趁G Master 我真的會 這部是主機 然後這部是我的side arm 不知道 我覺得應該會換成A92 其實我想 有些觀眾 他會覺得 A7R4的file很漂亮 他應該是在說 在照片裡 曝光的主體是足夠的情況之下 嗯 暗位其實 都可以推到一些很深的細節 可以出來 那個是拍照燈的情況 但是很好 是的 但是我想說 當他做到的事情 其實A7R3是絕對做得到的 嗯 就是這件事是難不了它的 相反呢 在完全不夠光的環境之下 是的 A7R3做到的事情 可能A7R4 就未必做得到 是的 這個是我個人的 深刻感受 低光情況之下 它的對焦 反應 速度 反應速度 準成度 都是欠缺的 這個A7R3 我說一個file 我不是說操作 嗯 甚至這個file 是的 甚至這個file 因為呢 H7R4在大家的同一個setting 嗯 出到的file H7R4的noise 的確是比較多的 是的 即是你side by side比較 不是放到100%比較 而是同一個部分比較 是的 那暗位你會覺得有些問題出現 然後就原來的noise 是的 如果 還是覺得不順氣的 其實用來拍片可以比較得更加清楚 沒錯 沒錯 意思就是說 同一塊CMOS 大家都拿盡它出一個1080 或者4K的話 那你就沒得騙了 因為那個放彈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嗯 就是 A7R3是一個很平衡 平衡的 是拍照平衡 影片也很平衡 是啊 夠光也很平衡 夠光也很平衡 不夠光也很平衡 就是它每樣東西都很平衡 但是沒有一樣東西特別飆青 是的 那A7R 總之就是resolution 是特別飆青的 是的 當你resolution特別飆青的時候 其他部分 當然會有少少弱一點 是的 所以以前來計 它的定價 是相當高的 嗯 它慢慢的價錢回落是 正常的 是的 所以都是這樣做 回落 然後全部繼續賣 舊一點便便便便便 你想高像素 你就買這部 你有耐性 你就用這部 其實相對 那其實觀眾說什麼呢 我們說了這麼久 說到尾 就是在說PYIPF 就說到說 他也是同時間持有A7R3和R4的 他也同意說 在高ISO情況之下 的確是 R3和R4 都是比A7R3為之差 這個 大家和我們三位都一樣 相對 那當然 就是說 無論你在手感 shutter的震動 真的 的確 因為他真的是旗艦級 戴手把 好好駕 是的 然後shutter 它也說得明 shutter count 是guarantee的數字 都高過A7R3很多 還有靜音少少的 也是 這個我也同意 但是呢 他就覺得 我呢 我對於 他在對焦的情況之下 那個 可不可以 comment 不是指控 他就覺得 有些 他就覺得 我是說錯了 但是 我也要澄清一下 就是 每一部機的角色 和他的定位 都有他的長短 但是 如果 單純說 低光 對焦情況之下 我 都會說 A7R3是優勝過A7R4的 是的 或者可能呢 這部更好一點 是啊 其實大家都可以試試 這個ZV-E10 真的挺好的效果 就是說 對焦是嗎 對焦效果 沒有負擔 真的還很容易用到 所以有時候 用價錢來衡量 就不太公平 反而是要看一下 就是 我們要認識器材 知道什麼時候用什麼 就是ZV-E10 這部機 是一部APS機 它對焦的能力 當然是高一點 因為它需要 運算的 時間 都會短一點 畫面又小一點又少一點 是的 像素又低 跟它一樣低 可以說 雖然呢 對於新手來說 其實有時候 很難去解釋給它聽 為什麼貴一點那部 就未必 又便宜一點那部 那麼好 不是新手 有些呢 用來拍很久的東西 有些同事都說 喂 我介紹這部給它吧 放在車頭自拍 兩個人說話 不是啊 這個不是Full-Plan 不是那麼好啊 啊 這樣嗎 現在真的不好明白 其實是在不同的情況下 有它最好的那部機 是永遠沒有那部機 是全能的 是的 但是在不同的情況下 其實真的有 那個情況最好的機 是的 就是說是Canon的最頂級旗艦機 單反機裡面來講 那就是它都說 哎 去影樓影相 當然是賣一仔 其實我那時候是 蛤 喂 影樓影東西 就是在Canon的世界裡面來講 不是應該用回5D嗎 就算你用單反 就是5D Mark IV 高像素 寬容度又夠 怎樣都不是一部 運動取決的一部機 其實就是說 就是當是一個真正的用家 其實是 而各品牌 它都會因為照料不同的用家 不同的長短 而出一些不同型號的機 哪些是快 哪些是平均 哪些是像素為先決 那其實 就是我們 就是作為我們 攝影YouTube Channel 我們都會有制度 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說 就是每一部機的特性 那譬如你 因為什麼需要 我們會為何你選擇什麼相機 其實好像5DS那樣 當時買得不太好 是的 那很多人投訴 其實很震 是的 真的 很特別 其實那部機 就真的被我們 在影樓裡面打閃燈用 是的 你打燈就不會震 幾乎打閃燈 還要下腳架 早期人們這樣說 對 的確是這樣 所以它是配合 Sigma鏡來用的 是的 那些大支不得了 1.2.4 當時 其實是很划算的 就是135機 有這樣的像素 數碼背效果 可以刷在大廈幕牆 其實已經是很震撼的了 那個價錢來講 是相當划算的 是 但是很多人就是因為 追最貴那部 追最新的那部 然後買回去就說 喂 我拿來行山 很震撼的 很震撼的 炸到飛起來 都是一仔好一點 其實 可能大家是搞不清楚 什麼時候用 我可能一部去到做完所有的 不是 好像Sony可以的 現在A1 現在A1才可以 但其實A1可能那個 低光都沒有A7S那麼好的 A7SK 去到某一個環境 你還是要換第二部機 是的 因為它五千萬像素的時候 其實物理上的感光 其實就是 你每顆Pixel就會少了 是的 除非有一天 它那個Simon的技術再進步了 但是如果在同一個基礎上 另一邊又會有一個更好的效果 是的 產品出現了 那它在另一邊一樣 用一個更高的效果 就是你每樣各樣東西都在追緊的 你這個方向 你就買多一點 就是 做到這件事最好 或者去到沒有瓶頸 就是技術已經進展到一個地步 真的全能機了 是的 其實到時候大家沒有什麼好玩 是的 不要再說 Channel收工 對於我們真的做事的情況之下 其實 從一個人手上有幾部 從一個牌子不同型號機 是很正常的 是的 因為我們拍照的時候 我們不是專門去拍特定一個 場景的攝影師 什麼工作都要接的 那有不同的器材 那很合理 就好像鏡頭一樣 你應該不同的照片都會塗的 是的 出去玩的時候 那就會拿回那個拉卡 難道拿來開工嗎 哈哈 用拉卡拿來開工 是什麼心口做通行證的 有用的嗎 有用的 是的 一個開始話題的一個 立點來的 是的 好 那我們今天這壇KLA就去到這裏 是的 結論了 Joey是沒有跪到的 哈哈